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副本背景故事 今天讲的是群本 其实也就是一个本的故事 魔书魔环以及永恒之眼 讲的故事都是集中到了一起 那就是蓝龙玛丽狗斯 讲到玛丽狗斯 很容易想象到的是泰坦创世的 还有恩多的其他故事 但今天讲的只是蓝龙王 从开始到关键战役和他最后的堕落 玛丽狗斯在数万年前 被泰坦赋予守护世界 保卫平衡 和谐不被破坏的责任 泰坦的智囊首领 把自己部分的力量赋予了玛丽狗斯 从那以后 玛丽狗斯被叫做魔法编制者 主宰魔法和神秘自然守护 在早期的世界 五色巨龙被泰坦赋予保护这个世界 免受黑暗势力侵犯的强大力量 这五条巨龙被称为守护巨龙 玛丽狗斯是其中一个 魔法是玛丽狗斯的领域 在成千的年代里 他的孩子兴旺繁衍着 并实验着宇宙中各种神奇的力量 逐渐掌握着这种无与伦比的奥数之力 但是在上古之战中 死亡之翼欺骗其他四龙 将各自的力量注入巨龙之魂中 以对抗燃烧军团 死亡之翼早就和上古之神勾结 当蓝龙军团开始攻击奈法利奥的时候 强大的黑龙释放巨龙之魂所有的力量 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蓝龙几乎灭绝 玛丽狗斯老婆辛德拉狗沙 也被死亡之翼一巴掌拍飞到了诺森德 然后奄奄一息的在冰冠冰川死了 当其他巨龙开始行动的时候 死亡之翼撤退了 留下了被摧毁的蓝龙军团 万幸的是 龙族法师克拉苏斯 将玛丽狗斯剩下的幸存的完好的蛋 保存了下来 使得蓝龙得以繁衍 但是现在蓝龙的数量还是少的可怜 但是大多数的副本Boss却依然都是蓝龙 失去了大多数的子女和伴侣的打击 使得玛丽狗斯开始精神混乱了起来 还有继续了一段时间与奈法利奥的战争 但是玛丽狗斯在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次数却越来越少 或许玛丽狗斯最有一个有意识的举动 就是把许多幸存下的蓝龙放在麦索瑞尔的山洞里 来保持对圣山海加尔的守护 在那里有着世界之术诺西达尔和第二个永恒之景 几千年来除了很少一些古老的巨龙 没有任何人知道玛丽狗斯究竟在哪里 大多数的蓝龙军团的成员也隐居了起来 在几乎抹出了军团的每一个成员之后 黑龙们还是不愿意让最后剩下来的这些蓝龙平安度 蓝龙军团的幸存者们开始讨向诺森德 但是死亡之意却攻击了这些蓝龙 成群的屠杀他们 幸存者奋起还击 但根本无法匹敌死亡之意的力量 他们的家园被破坏了 土地也深受其害 以致根本无法再次恢复 这片区域变成了龙骨荒野 现在的水晶哥森林 另一场黑龙和蓝龙的战斗展开了 垂死的蓝龙们把他们的魔力释放到空气之中 接着他们撒下来覆盖了整个大地 最后一个年长的蓝色巨龙 被许多黑龙包围 释放了一个法术 把他的攻击者都变成了石头 但是弥漫在空气中的魔力却放大了这个法术 把整个地狱都变成了水晶之地 马里狗斯在狂怒和懊悔之中 把他的洞穴和其他的陆地撕裂了开来 造成了一个缺口 后来被称为西部裂谷 他把冷山从北逢太原和其他的诺森德大陆分离了出去 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们定居在了冷山上面 并在奈克萨斯外面挖建了自己的洞穴 虽然以前这里仅仅是魔法领主的巢穴 一万年以来 守护巨龙马里狗斯只是在他疯狂中越陷越深 他把自己隔离在他的巢穴里面 并拒绝任何拜访者 蓝龙们变得难得一见 大多数的幸存者们 因为黑龙而躲避起来 一些军团的幸存者们 继续了他们已经发疯的首领 对魔法的研究工作 几千年以来都在试图抑制着凡间 种族对魔法的滥用 比如萨菲龙和埃索雷格斯 继续寻找和保存着强大魔法的魔法道具 避免他们落入不能领会奥法之力的人手里 萨菲龙和埃索雷格斯 就是第一批这样的蓝龙勇士 结果萨菲龙成了克尔苏加德的坐骑 而埃索雷格斯据传 因不断被杀死 而又在灵魂医者的恩泽下 不断复活的埃索雷格斯 居然爱上了埃萨拉的灵魂医者 另一个蓝龙军团的成员 阿卡纳狗斯 试图将守护者麦迪文 从黑暗泰坦萨格拉斯的控制下 拉离他所走的黑暗之路 结果被麦迪文一个炎豹打死后 成了卡拉战最终boss叶之眼 还有马蒂狗斯 也就是太阳警老三菲米斯 是马蒂狗斯的新配偶 结果被布鲁塔鲁斯摁死 感染成为了新的boss菲米斯 还有蓝龙军团的更为年轻的两位成员 卡雷狗斯和泰利古萨 这两位在太阳警之前是属于订婚状态 后来卡雷狗斯这个战武渣 竟然爱上了安威娜 随即泰利古萨爱上了另一个人类圣骑士 就这样两人各走各路 现在卡雷狗斯竟然和吉安娜好上来 身为新一代的蓝龙王的卡雷狗斯 就是要让吉安娜下蛋的节奏了 而泰利古萨带着他在外域控制的虚空幼龙 返回了奈克萨斯 在那里他们的虚空畸变的生理结构 开始对执法者自身产生影响 这种效果似乎帮助玛丽狗斯 恢复了一些他失去的神志 最近玛丽狗斯开始完全恢复过来 在苏醒后 他很快确认了埃兹拉斯的魔力状态 并固执地认为他已经失控 他认为这是由凡人种族的轻率 和不断追求魔法力量的行为导致 而且使得世界越加危险 他将这一危险归咎于凡人 认为他们无节制地滥用魔法力量 才造成了这种平免 于是玛丽狗斯偏激的决定 要消灭所有使用魔法的 甚至于魔法相关的生物 玛丽狗斯决心要在灾难发生前采取行动 准备不择手段地将失控的魔法力量 重新控制起来 因此他注意力投向了奥法之图 这是一幅描绘的世界能量线的地图 是多年前知梦者诺甘龙送给玛丽狗斯的 尽管玛丽狗斯久不问世 但蓝龙军团一直在不断地更新 修订奥法之图 玛丽狗斯依靠奥法之图确定了能量线的位置 设置并且利用魔网能量线 将地表下流动的魔法力量 转移到他在诺森德的巢穴 魔术 这些能量一旦被控制 就会通过魔术的传送环 送到了扭曲虚空 并在那里产生爆炸 但玛丽狗斯转移能量线的行动 已经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世界的外壳逐渐破裂 形成不稳定的裂袭 这些都是魔法位面间的结构裂痕 而魔环就是为了保护魔术的正常运行 并且派了艾雷狗斯来保护 玛丽狗斯抽取世界法力的行动 已经引起了凡人的注意 达拉人的法师们发誓与玛丽狗斯对抗到底 这些力量日益衰退的肯瑞托成员 设法将整个达拉人移到了诺森德的上空 法师们开始准备对抗巫妖王的下一阶段战斗 当然与玛丽狗斯的战斗也是不可避免 并非所有的肯瑞托成员都团结一心 有些成员为了保持自己的力量 选择了站在蓝龙军团这一边 这些法师猎手得到玛丽狗斯的支持 负责根除并在必要的时候摧毁魔法物品 杀死或囚禁那些未经玛丽狗斯允许滥用魔法的个体 并利用滩流之争帮助转移能量线 蓝龙军团日益猖獗的行动 已经引起了红龙军团的注意 蓝龙军团的做法被红龙军团认定为有罪 作为生命守护者 红龙军团启示不惜任何代价来阻止玛丽狗斯 最终他们与肯瑞托组成了一个议会 并且开始颠覆玛丽狗斯的毁灭行动 玛丽狗斯安稳地运筹着一场大战 企图重新掌握艾泽拉斯流动的奥数能量 在他眼里 肯瑞托和其他凡人法师愚蠢的行径 导致世界陷入了混乱 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再使用这样的力量 最后 农眠联军和肯瑞托议会 还是击败了玛丽狗斯 结束了一代蓝龙王 现在唯一能看到蓝龙王的地方 就是炉石传说了 加武魔法的终极魔法卡 再一次颠覆了炉石的玩法 不知道战武渣的卡雷狗斯 进入炉石传说会是怎么样的张卡 魔法力减武吗 其实武色巨龙的故事太多太复杂 我也不能完完全全一次性把所有的故事讲全 所以希望有兴趣了解魔兽世界背景故事的 最好还是去看看小说吧 这样也是最容易最全面的了解 这一期就结束了 下期应该是蜘蛛人了 Spiderman 下期再见